这代的灰也落到了我老丈母娘头上 因为我老丈人去世以后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给他找点事情 分身下他的注意力 让他不要过分关注这个事情了 就托一个朋友 在一个教育培训机构 给他找了一个做清洁的活 就每天只做一个小时 也比较轻松 也不会让他特别累 然后工资不高 就几百块钱 我每个月还给他凑九百块钱 骗他说是一千 说是一千五百块钱 我每个月给他凑了几百块钱 然后放完暑假过后 别人也不需要领清洁工作人员了 就让他不去了 那边生意也不是很好 就他们自己搞搞卫生的 你看吧 其实这种支出就几百块钱的 现在都在砍这种支出了 他们应该是暑假的续科情况 销科情况 还有包括招式情况都不理想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 家长的这方面的预算 尽管教培是恢复了 但是家长的经济实力受损 对孩子的教育投入 是明显的下降了 所以你看这个经济的影响 它是一环一环扣着来 之前跟我们干经济的一个大姐 公司派单60块钱一个小时 他告诉我 现在降到50块钱一个小时 单量也只有之前的 60%到70%就去年的 你看他们这种类型的 这种服务人员的工资 都在普遍受损 这经济现在我觉得 真的是到了最残酷的阶段 现在的公务员太难受了 今天跟一个体制等的朋友吃饭 他跟我抱怨 说目前地方债很远俊 之前的口号是保六争八 现在很多地方成了保三争六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保证发三个月的工资 争取发六个月的工资 但是他们的供应金社保都没有断 这就是现在目前来说 公务员的一些现状 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也要养家的 三个月的工资哪里够 其实像现在公务员这个群体 都是银行的相伯伯 你只要公积金不断 随随便便去行李 都能杠杆 与时刻 美罗层随着徐家会的变迁 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趁着周六中午饭点 我们来逛一逛 餐饮从B1到5层 我们从下往上逛 业家全坐满 与时俱进也推出了韩式办饭 空目空目没人 嘎拉市咖喱日料没啥人 西风田没啥人 横茶野索 新开的冰激凌店 Potetacona炸薯条也要开进来了 夜三人气没有以前热了 酸奶罐罐这边生意一般 挪爷爷挪替 人也没有以前多了 勒凯撒没做满 香辣辣香菜 这边竟然不用排队 隔壁的烧肉居酒屋人不多 玉莲茶楼人不多 这是一家果子家饮品的店 泰尔酸菜鱼不用排队 天泰泰国菜 这人不是很多 那气也吃米粉的 人不是很多 和府捞面也没做满人 DQ人一般般 爱炒酸奶没人 酒院第一个热点话题的榜首 是再见了广东 这是一个有点伤感的话题 大量的年轻人选择背起行囊 挥手告别返回家乡 这背后是就业岗位机会的减少 以及收入待遇持续的下降 新一轮的就业逆淘汰循环开始了 实际上非常的残酷 很多原本收入七八千八九千的人 现在只有四五千的收入 在衡量了生活成本和收入待遇之间的对比之后 不得不选择离开 不仅仅是广东 但是广东的这个情况尤为突出 一方面 广东常住人口1.2个亿以上 同时流动人口全国第一 大量的人口每年从全国各地涌入广东 寻找一个安身立命 谋生的发展机会 然而这两年 随着全球经济的波动 广东的外贸企业和制造业 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这就影响了就业 与此同时服务业这个承载了最多劳动力就业的领域 目前出现了网约车司机 外卖员持续饱和的情况 而日节工资并非长久之际 因此留给大家的选择并不多 然而广东从来不缺人 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选择离开 另一方面每年大量的应届生 青年人涌入 只不过后来者能接受更低的工资而已 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刚毕业的 缺乏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应届生 能提供给青年人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一向是广东突出的优势和吸引力 虽然今年上半年 全国的青年失业率情况持续地改善 然而目前这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即便是沿海经济强省的广东尚且如此 就业这个话题 大家的亲身体验一定是市场最真实的反馈 无论身居何地 屏幕前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说一下你那里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你那生意真搞不懂 你说没生意吧 你就直接让我没生意 你不要给我希望 那我就绝望 我就不做了 你说有生意吧 你一会儿给我一天好生意 然后连着几天让我生意不好 又不给我希望 你说这个生意怎么做 如果没有生意 你就连着让我一个月不开张 两个月不开张 我就使心的 我这门面我就不要了 房东不退我钱我就空走 我就摆着这地方 我也不要了 总归比亏本好 是不是 正当我不想做的时候吧 你又给一点我小希望 第二天又让我做了几千块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坚持是对的 会不会每天就这样生意好下去了 正当我有希望开心的时候吧 接下来连着几天生意又不好 你说我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姐妹们 是不是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陆地方财政的窘境 正在逐渐波及电视台行业 导致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南方某省卫星电视频道 仅发放38%新资的消息 一经传出 便引发了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 河南电视台也发布了新的工资标准 宣布全台基础工资统一为 3500元人民币 这一举措 引发了行业内外的激烈讨论 有专家指出 这标志着传统媒体行业的寒冬 已然到来 未来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近日中国机械微信公众号 发布了一篇文章 作者为河南广播电视台长王仁海 文章中提到 河南电视台已经决定将基础工资 统一设定为3500元 王仁海表示 不论身份如何 不论是在编还是其他用工形式 工资都将统一为 3500元这一政策 不仅仅是对员工薪酬的调整 更是在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 传统媒体为求生存 做出的重大改变 此外 文章还提到 河南电视台设立了专项奖励基金 旨在激励员工创新和提高工作绩效 根据该政策 单个项目团队 最高可获得60万元现金奖励 这一举措 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基层员工的焦虑 但也反映出 电视台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无奈之举 河南电视台 将全员基础工资 统一为3500元的决定 瞬间 引爆了行业内外的广泛热议 此举不仅挑战了人们对铁饭碗和稳定收入的认知 也引发了对媒体未来走向的深层次讨论 如今 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 3500元的基础工资 能否支撑起媒体人的生活和职业梦想 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这一薪酬改革反映了媒体行业 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困境 有网友认为 河南电视台的薪酬改革不仅仅是个别现象 而是全国媒体行业面临的一场大变革的前兆 长期以来 中国媒体行业的薪酬分配模式类似打国犯 无论工作强度和绩效表现如何 员工收入差距不大 然而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 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不断被侵蚀 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 行业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显现 此时 河南电视台的薪酬改革 无疑是对传统薪酬制度的一次重大冲击 当前 中国经济疲软 各行各业都在经历困境 许多企业因经营不善而不得不采取裁员 减薪等措施 最近 有网友爆料称 南方某省卫星电视频道 从本月起只发放38%的薪资 这一消息 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传统媒体行业的担忧 博主立志分析认为 南方某省卫星电视频道 仅发放38%薪资的消息 折射出传统媒体的艰难处境和无奈选择 这可能不仅是个别频道的问题 而是整个行业面临的普遍危机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观众习惯的迅速转变 传统电视台的收视率持续下降 广告收入锐减 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传统媒体必须在困境中寻找新的出路 否则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 此外 在地方财政难以支撑的背景下 大陆许多县级电视台 已经面临倒闭的风险 据悉 全国范围内将近2000家县级电视台 面临挺拨或倒闭的危险 这种大规模的挺拨 不仅意味着大量从业人员失业 还可能对当地经济和文化 造成深远影响 对于这些从业人员而言 重新就业的难度相当大 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立志表示2000家县级电视台停播的消息 无异于为本以风雨飘摇的媒体行业 再添一重打击 这些停播的电视台 有的因经营不善而难以为继 有的则因政策调整而被迫关闭 无论是出于市场原因还是政策因素 传统媒体行业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未来传统媒体的出路在哪里 如何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已成为关乎行业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感谢观看